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迷谷 今天Cariff終於回到我們身邊 我們就要訪問他 訪問我? 好像聽說今天訪問你 怎會上次我已經訪問我 今天應該訪問你 因為我聽聞 Jeffrey是師傅 對能量學的事 我其實是一個能量學師傅 很有研究 所以我自己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亦想探討甚麼是能量學 所以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你在這個節目裏面 幫我們介紹 不如你講一講 其實甚麼是能量學 其實能量學 就是由遠古至今 跟世界好好溝通的方式 其實溝通有甚麼幫助 為甚麼要跟這個世界溝通 因為我們要經過跟這個世界溝通 我們才可以真真正正去明白 他們的一些智慧 在佛教裏面 其實這個世界我們叫做如來 有一句話 也有說 原解如來真實意 因為如來的智慧 就是這個世界原本 最自然的智慧 就是這個世界最重要 和我們所說的 最無常的智慧 可以這樣說 它有甚麼用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甚麼 我們明白這個世界多些 我們在人生裏面 我們經歷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不會有這麼大的波折 還有我們明白這個世界 但我們就懂得怎樣去對待 每一件事或每一件事 我們會懂得好好去對待 這樣也不錯 其實你是研究了 或者是玩了能量學這件事多久 學了能量學大概有二十多年 但正式來說 我由很小 我大概六歲 已經開始接觸 但那時未有一個正式的師傅 我好像你小時候有些故事發生過 我小時候有很多故事發生 我可以說我第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在家裡睡上下隔床 俗稱我們為樓架床 以前的樓架床 沒有現在那麼漂亮的 我睡下隔的 頂上是一塊普通的木板 我常睡覺的時候 一定是看著木板 我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 有一段時間 經常看到那塊木板 有些圖案在動作 但不太清楚 而且都會聽到一些聲音 但只有六歲 最初我沒有理會 亦都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我還常當它是蚊聲 我一睡覺就聽到聲音 就大被蓋著頭 蓋著頭 蓋著頭 不要被蚊針 但有一天 無緣端 只能看到那塊木板上 有一個宇宙圖 好像銀河系 轉動 是否像看電影的3D 很立體 是很立體的 只是3D 有一個位置突出 然後轉動的位置 有少許凹進去 只是很漂亮的圖 但我想問 當時你覺得你只是清醒 不是在做夢 我看著圖時 不是在做夢 我看著圖時 慢慢慢慢 接著那段 我應該進入另一個境界 未必叫做夢境 但進入另一個境 我相信有修行的人 都會明白 有時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進入另一個境界時 會見到一個 現在我叫做師叔 以前就是 看到一個朋友 那個形式是怎樣出現 是聽到聲音 我不是聽到聲音 是看到影像 還是怎樣 我簡直是看到 他有個人 在一個空間裏面 那個空間 我就是類似 我看到自己的後腦 這個位置 我現在叫他 在能量界裏面的一個師叔 他跟我說 我當年傷害了他們 之後 他就有少少憤怒 然後他就 用手 好像有個爪 就一下子爪到我的肩膀 我至到現在 都仍然有一個疤痕 當然隔了這麼多年 疤痕現在越來越退 但是當日 是很神奇 因為我 很正常 都覺得自己是 只不過是一個法夢 但是我睡醒之後 已經變成有多個印 不是一個紅印 是直接 完全變成有一個疤痕 應該是受了傷 才好才變成疤痕 但是當日 立刻 就變成一個疤痕 我當日 我姐姐問我 這是什麼 其實他的感覺 就好像燒傷 辣了之後 然後好 就變成一個疤痕 有少少像什麼 就是小時候 中秋節 玩布蠟 野蠟 彈傷 那個樣子 那些疤痕 都很有趣 因為明明是 好像在發夢的狀態 但是到實質上 有些東西 是印證到 你見到它 好像出現了 沒錯 其實當時 你不是真的在發夢 那麼簡單 由那次之後 經常會見到很多靈體的朋友 我小時候 在家裡 都有玩蝶仙 銀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很流行 我整間學校 很多人都有玩 你沒玩過 我們很害怕 很厲害 但是我 玩的時候 在家裡 有四個蝶仙姐姐 你怎麼知道 他有四個 怎麼知道 因為 我們玩蝶仙的時候 跟他們聊天 他們都說了 其中有一位姐姐 是姓張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姓張 所以我特別記得這個名字 張姐姐 即是你們會問她 是姓什麼 很仔細 我只是聊天 好朋友 但你除了是玩的時候 知道你是會感受到他們 有感受到 有見過 只是身體見過 他經常出現 又不是經常 他們不停在 因為在我家裡住 一起住 一起住 但見過幾次 明白 其中有一次 就是半夜三更 聽到有人針水 我出去看看 有誰起了新針水 但沒有人 沒有人 家裡沒有人 但有水聲 但我一轉頭看著客廳看的時候 看到一個圓的白色球體在飄浮 飄浮 他當時的感覺是很實 還是 我聽別人說 好像有些雲 那一刻 很傳統 你們所聽到的 是一個很實的白霧 我看到白色球體 那一刻 我一看 我感覺到一定是姐姐 所以我完全不害怕 不害怕 完全不害怕 我還看著他 一會兒 但他又沒有任何反應 我又不知給甚麼反應 然後我就回到房間睡覺 是否你感受到他當時是一個善意 所以你一點都不害怕 因為根本上他都在這裡住 所以一定是善意 我想請問你那時是多少歲 六歲 七歲 那段時間 六七歲 嗯嗯嗯 因為很多時候聽別人說 都是見到或感受到 都是比較小時候 時期 是嗎 是 因為小孩子 其實最能見到的 其實是一至三歲 但一至三歲 通常不會說 接著就是去到七歲 八歲那段時間 然後就跳升去十三歲 接著那個小孩子 那團最大的火就完結 然後再去另一個階段 所以那段時間 是比較容易見到的 但你那時在家裡 整個地方都有感受到他們 但就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其實自己是 小時候就不知道 小時候就不知道 但是小時候 除了在家裡見到之外 都回到學校 都經常性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我試過一次在班房 就無緣端見到整個地下變了蟲 正在動的 不同種類的蟲 但我相信整個班房只有我見到 因為每個同學都很正常地上課 即是上課後 整個地下有蟲 很多 又不是很悶 但很多 然後我就馬上 我的腳又翹上椅 然後被先生罵 我又不敢說 因為那時候很小時候很害怕 不是怕蟲 我是怕被老師罵 那時候我經常都很害怕上學 因為經常都會在班房裡見到 其實關不關你學校以前 譬如一個歷史的人說 可能以前是火葬牆 其實我以前的學校 如果經過不同的人的報道 下面應該是一個亂撞桿 所以會比較容易被你遇到這些事情 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小時候 經常在學校中 會有食物 怎麼會有食物呢 就是 我想吃東西的時候 聽到一把聲 就說 你看地上 我地上有食物 吃甚麼 不知道 無緣端 blond會有薯片 無緣端又有食物 但是我小的時候 我聽到geois 無緣端很多東西 然後 instances 買一支 有沒有包裝 ów 正式的包裝 但有時候 Shan 於此小時候 就有些缸東西 不知道原因 但是我小時候 不怕拿來吃 這麼像丁叹白寶袋 是呀 想起也挺有趣的 不過小時候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不會是害怕 這麼開心 因為從小到大我都習慣了 所以沒有害怕 你這個經驗是直至什麼時候會停止? 過了七歲就沒有了 所以最多出現的兩年 在那一間學校的時候就會出現最多 只有在學校和家裡 多數都是 然後我年紀越來越少 直至我去溫哥話 人一過七歲之後 正常來說是比較難見到靈體 其實你那兩年之後 有一段時間是比較少見到的 沒錯 真的比較少見到 因為在身心靈角度也有一點解釋過 小朋友在六七歲的時候 他們的意識、直覺力 他們的感應比較完全地打開 但是因為長大了 他們經歷了很多 譬如父母被很多邏輯思維的東西放在他們身上 或者教了他們很多 你應該要怎樣、不應該要怎樣 令到他們這些部分是沒有那麼開發 或者是要抑壓 我也有聽過這樣的解說 其實你六七歲之後 這些感應或是看到靈體 這些經驗突然消失了 其實在能量學上是怎樣解說的呢 其實人們從一歲至三歲 靈體和身體的感應是最吻合的 所以那段時間是跟這個世界的聯繫 是聯繫得最好的 是不是好像收音機的頻率 是頻率收得最好的那段時間 由一至三歲可能很集中在某些位置收得很好的 但是由四歲至七歲就會闊了 但是收得不太好 但是由七歲之後 因為闊度越來越闊的關係 收音就收得越來越差 就變成收不到 由八歲至十三歲 那段時間 我們收到很圓滿 甚麼是圓滿 大致上 我們接收外界的頻率已經是開放得很好 很多種類的收音 不同的台我們都收到 可否這樣說 好像我們去教收音機 我想聽某一個台 然後我就去教 我就可以收到那個台 所以八歲至十三歲 基本上你的收音機已經很漂亮 所有的台你都有機會去收到 但是這些台我選擇去怎樣收 是不是可以去練習 還是其實燕邦已經有 其實燕邦是有的 但是因為收台太闊 因為你自己的人 天生出來你沒有經過任何修煉 你是不知道自己在收甚麼台 所以你全部散開時 你甚麼都沒有 其實是有在的 只不過是散開的 所以你所謂能量學的修煉或學習 就是幫助自己去更容易教這個頻道 會不會是一個解說呢 其實沒錯 你說得對的 最初期的修行就是先調整台 所以其實我們所謂的 就是調整台 所以就可以調整到 因為我也有接觸過 調整台或通道通靈 其實都是去把自己的感應 或者直覺力去開發 怎樣可以去接收一些 不只是五官可以感受到的訊息 所以為何你見到很多天人 他們的童子身 全部都停留在13歲 其實是有這個原因的 因為去到13歲 就是很好的跌法 之後就開始收到 一些被騷擾的電波 即是好像一些雜音或一些光料 開始就雜 之後就由14歲至21歲 就開始有很多雜質 但是14歲至21歲 這段時間人的能量是很旺盛的 因為將自己在14年裡面 儲到的能量開始去發用 就和你爸爸媽媽的天生 給你的能量一起去運用 所以兩股大的能量一起運用的時候 人們是很旺盛的 所謂旺盛 其實是可以怎樣去運用這件事的 其實沒有說怎樣去運用 但是那段時間人們做運動 所有事情都很強烈 其實是13歲已經開始 剛好是如果是說 身體就是他們的青春期 就是青春期 他們在發掘一些新的 對於異性或自己性的開發 沒錯 之後就說 21歲之後 就要說到36歲 因為36歲之後 人就會將自己爸爸媽媽 給你的能量 其實是用完的 36歲之後就用自己的腦本 就是笑話 所以其實人 36歲之前 最好盡快修行 就可以將能量儲好 即是你一直說的 修行就可以令到這股能量 可以繼續有持續升步 對 盡量保持著它 當然 之後能量一定會 仍然可以飆升 仍然可以修行 但是爸爸媽媽給你的能量 就保持不住了 如果你之前沒有修行 就等於他真的失蹤了 也挺有趣 因為其實我自己 對於你所謂的能量學 就不太認識 但是接觸能量這件事 我想一開始學身心靈的東西 都有聽過 所有東西如何由能量去組成 但是原來是有另一個角度 可以這樣學習的 是啊 Jeffrey師傅的故事是否很精彩呢 當然不止那麼多 當然啦 去到溫哥話之後的故事才是精彩的 是不是很想繼續留意呢 一定要支持我們迷谷啦